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范例3 有关净利平衡的例题 所谓净利平衡 就是合力要为0 它就不会加速 然后合力举为0 它就不会越转越快 或越转越慢 那合力举呢 是需要有参考点 才有办法画出利弊 那在考虑利举的时候 一定要有参考点 今天呢 有一个重量为W的圆柱体 半径是R 中心轴通过重心O 静置于水平地板 以一个半径通过O的水平力 作用在圆柱体左侧 右侧靠紧牵直的墙壁 并且呢 在F的作用点 施向上的牵直力F 大F 然后使圆柱体保持与地板接触 而且尽力平衡 如果地板与墙壁都不是光滑的 然后力举均以OO为参考点 则下列双数何者正确呢 好那 首先我们可以 先看看合力举 从合力举为0的 这个条件 来分析一下 它的受力 合力举为0 合力举为0 那 我们以O为参考点的话 就会发现呢 这个大F造成的力举 是负的 而乘上F 为什么是负的呢 因为我们以 顺时针为负 逆时针为正 这个稍微在1-4的时候 有稍微提过 力举或角速度的方向 以右手定则 右手四肢手指环绕的方向为正 所以 逆时针为正 顺时针为负 那合力举呢 今天要为0的话 如果今天是 这个大F 乘上R 这个力举 它应该会想要让这个 球这样滚 就是 绕着O 然后顺时针的滚 但 今天它却是尽力平衡 所以我们要 找出另外的力 才可以 有另外的力举 去跟这个 大F的力举抵消 那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在 如果这个大F 要让这个球 顺时针的转 那哪边 有可能会阻碍它的转呢 那就是 跟墙壁接触的 这个地方 跟墙壁接触这里 应该会有摩擦力 应该会有摩擦力 这个是F1 摩擦力1 然后对底下这里呢 也会有另外一个摩擦力 对不对 地板它也可以跟地板摩擦 所以也有摩擦力2 摩擦力2 摩擦力2 所以其实还有另外两个力举 不是只有大F有力举 另外两个力举是 RF1 还有另外最后一个RF2 那这三个加起来 合力举才会是0 所以它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 负的R 大F 应该这样写好了 就是 这个 大F造成的力举 再去加上 小F1造成的力举 再加上 小F2造成的力举为0 这样子 所以 大F造成的力举是 负的RF 那另外两个呢 造成的力举就应该要是 正的RF 所以A选项是不是对的 A选项说 作用于原柱体的 进摩擦力 总力举的量值是FR 对 就是R 乘上F 就是FR 所以A是对的 那B 作用于原柱体的进摩擦力 总力举为0 那就跟A是 矛盾的 第三小题 第三选项C F所产生的力举量值呢 是FR 对 这也是对 所以量值只看大小 不看他的方向线 然后 珠呢 珠呢 重力哦 重力 今天通过O点 通过支点 通过参考点的力 就不会造成力举 这个重力我们也画一下 那珠的话呢 重力 方向过 通过 通过O 利弊为0 所以没有力举 所以珠是没有力举的 珠是错的 再来E选项 F与重量 它的量值呢 一定会相等 这个珠选项是 核力为0 是不是 一定相等 就要用核力为0来判断 那核力为0呢 在上下的方向呢 是F是向上的 然后 还有没有向上 其实有 小F也是 小F1也是向上 重量是向下 那向上的总和 要跟向下的抵消 才会造成合力为0 所以其实应该是 大F加小F1 要等于重量才对 所以珠也是 E也是错的 这应该是E E才对 这个 所以E选项是错的 F应该是小于W 这就是利用核力为0 以及核力举为0来分析